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是高安堂高老師 再度感謝您 來到我的課堂上 這邊一樣 那我再提醒各位呢 如果你手上 沒有我的教材 那麼請你到 這一個我的博客 來下載 本會下載 謝謝 那這個教材呢 其實就是我2009年 這一本書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進入第13章 第13章呢 就是在討論這個Iterator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 Iterator 那一樣的 在這個 單元呢 我也是先來說明 Iterator模式的 美妙的地方在哪裡 讓人家覺得很舒暢的 這個美好的 這個感覺是從哪裡出來的 OK 然後呢 我們從這個 ProgramCounter 就是在電腦的 CPU里頭呢 有一個ProgramCounter 縮起 那還有 Java ArrayList呢 它也有一個 Iterator 可以讓我們來 來瀏覽 這一個List 裡頭的內容 OK 然後 第2的部分呢 就來說明了 這個Gang of 4 的這個Iterator的 模式圖 以及呢 我們對Iterator模式呢 做一點點小小的延伸 那最後呢 在 以Android框架 當成一個 背景 來看看啦 Iterator這個模式 在Android框架裡頭 所扮演的 角色 那我 舉兩個範例 來幫你做說明 OK 好 那我們現在 就來說明這個 Iterator這個模式 它的美在哪裡咯 我們從這個Program的Counter 就是 每一台這個電腦裡頭呢 它的CPU 都有一個叫做ProgramCounter 那麼 記錄的 目前執行到哪一條這個 Intraction 就是指令 那 程序裡頭的每一個 循環 就是一個Loop 都有一個Index 一個Index 例如呢 For Int Pind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 叫做注標 我們的注標 OK 那紀錄的目前已經執行了多少次了 還有當我們想要 這個瀏覽一個 樹狀結構裡頭的各項數據 那我們也會有一個Index 或者是Cursor 來幫忙 來做紀錄 看我現在到底是跑到這裡的 還是呢 跑到哪裡呢 要紀錄一下 目前的 位置 那麼會帶來許多方便 那這種除了數據 樹 樹狀結構之外呢 那麼 這一個 也可以把這個樹狀結構儲存在這個數據庫裡頭 那就變成是這樣的一個結構囉 這樣的一個數據結構 把它儲存在這個 啊 啊 啊 這個 這個 這種的 結構呢 儲存在數據庫裡頭 啊 那 就變成一個 啊 這是一個table 然後 啊 這是一個raw 啊 總共有 4個raw OK 那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啊 這中間是他的 啊 他的這一個father 啊 他的 parent 啊 是他的parent OK 好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Tom 從這裡都可以看得出來 啊 這個 Tom呢 啊 目前沒有 parent 他是最大的 那接下來看Peter Peter的parent 是Tom 所以Peter呢 是Tom的 小孩 啊 所以這是Peter 然後呢 Peter呢 他是node 這node node表示呢 他有小孩 這node表示他有小孩 啊 所以James呢 他的爸爸是Peter 所以呢 啊 這個是James James 爸爸是Peter 啊 然後James是Leaf 所以就沒有 小孩了 然後Linda 也是Tom的 他的 Tom的小孩 所以Linda是接在這裡 啊 所以Linda 那他是Deaf 就沒有下 沒有小孩了 所以他的 這一個 啊在書記 書記庫裡頭所儲存的 這個 資料 就等於這個 啊 樹狀的結構 所以呢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了 啊 所以呢 他在尋找的時候 是Tom 先找到Peter 必須找到James 然後咚咚咚咚咚咚 再來找到Linda OK 所以如果有 這一個科蛇來幫忙 就會帶來許多方便 因為他會記錄 我們現在 跑到哪裡了 從上書是可以知道 科蛇對象 以及 數據的組織結構呢 是息息相關的 啊 那數據結構的 複雜都變 那麼 那麼瀏覽圖鏡 也是複雜都變 因此我們需要有某種簡單的序 來 包容這個複雜的數據結構以及 變化多端的 這種瀏覽圖鏡 因此呢 Iterator 這個 Pattern 或者稱為 CursorPattern 就派上用場了 就派上用場了 那就是 在說明 他的背景 說明背景 那我們現在來看 從 大家熟悉的 Java代碼 再來 體會一下 Cursor跟Iterator的 意義在哪裡 所以你看這是ArrayList ArrayList就是 有一串的 相連的 從 線狀相連的 這個 數據結構 這樣子一直串下來的 叫做List 叫做List 那麼我們現在 需要產生一個 旁邊產生一個對象 這個叫 Iterator 然後這個對象呢 可以指向 假設我們現在 從這邊出發就指向他 當我們走一步的時候他就指向他 當他我們在走一步的時候他就指向他 所以那你只要問他就知道 現在是抓的是這一個 有沒有 那你可以 叫他把這個數據呢 啊 就說在這裡 可以問問他 你現在指向哪一個 再把這個的對象 指針傳回來 那我們就可以 來跟他 取資料 取資料 取數據 所以那這一顆呢 這一個對象 有時候只從List的裡頭 Nu出來的 在這裡頭他會把Nu出來 由這個來Nu的 Nu這個的對象 這樣子 然後呢 再把這對象傳回來 再透過這個對象 來 取 取這邊的 這個 資料項 OK 這是 Already 在加瓦的做法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代碼 看一下代碼 我們現在 先Nu一個List 然後這個List的裡頭每一個 這一整串 這一整串的List 那麼 是這樣串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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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這裡頭呢 它的內容都是String 這個內容呢 都是String OK 都是String 所以呢我們就把三個 String把它擺進去 把它add進去 所以這是Lion 這是Lion 然後這是Cat 這是Cat 然後這是Dog 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 就想從這邊一直 只瀏覽它 瀏覽它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叫List Nu出一個Iterator Iterator 就是 這邊Nu出一個 Iterator 名字叫做 IT 這個對象 然後呢 就叫 這個 IT 這個 現在是指向它 叫它next 有沒有 就是 它就會一直往下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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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直下去的 一直下去 可以 所以就可以把整個 全部瀏覽完畢 所以把整個瀏覽完畢 OK 那這個例子就是 這樣子 Iterator It 這個時候就叫List 產生一個 Cursor 出來 產生一個Cursor 然後呢 我們叫Cursor 跑到下一步 下一步 它就到下一項的元素 就可以 起出它的內容 起出它的內容 那剛剛 是一個字串的List 那我們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Table 這是一個 兩個欄位的 這個 這個Raw 兩個欄位的Raw 所以我們就 看另外一個例子囉 這個例子呢 就是 Nu一個ArrayList 但是它每一個 就是 每一個都是 有兩項資料所構成的Map 有String object 然後 這樣子 每一個 都是有兩個 每一個都是有兩個 這樣子 那現在也是一樣 這個List 所以先把它加進去 先 Nu一個 這個Map 然後把它加進去這個 這個 List 里頭 把它加進去 你看 Ad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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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呢 然後一樣 就是把它Iterator 再把它 建立一個 It 這個對象 然後呢 它就可以指向它 指向它 指向它 OK 那就可以Next Next一直下去 那它就會指向它 指向它 當它指向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It 把這裡頭的東西起出來 把這裡的內容起出來 OK 所以你看 ItNext 就是有It指向 對象裡頭的第一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指向它 那如果在Next 它就在指向它 指向它 OK 所以那It要求 如果在Next的時候 那麼它就指向下一個元素 你看它指向第2個啦 指向第2行啦 有沒有 對不對 在Next就指向這裡 所以呢 就可以起出該元素的內容 就數據結構呢 就是ArrayList的 數據庫而言 把複雜的瀏覽途徑 委託給Iterator 這個 類別 OK 讓數據結構 跟各樣各樣的一個Iterator 可以搭配 因此可以分和字 所以這個也就是透過委託 有沒有 把這個Iterator 把這個瀏覽的途徑 就委託給這個 這個Iterator 那這樣子就可以搭配啦 各種數據結構可以搭配各種Iterator 因此呢 就Client而言呢 Iterator擔任的是Adapter角色 因為它把 複雜的瀏覽途徑把它隱藏起來了 提供 一個 簡單的一致的接口 讓Client呢 可以覺得很簡單的使用 例如說 這就是Client 然後呢 它只要 取得It之後 它只要next,next,next 就可以 把裡頭的資料取出來了 所以 它就可以 這一個用很簡單的 It所提供的接口 來跟It溝通 就可以 跟數據庫來做溝通了 那這就是所謂的 轉變了這個接口 所以它有 Adapter的角色 Adapter的角色 那這個AC01就不需要 使用到 Aradist的複雜這口 因此獲得不知而異能用 的這個效益 這意味著 在這個結構下 Aradist既有高度的呼喚性 而Iterator類別 也包容了數據結構裡頭的多變性 多變性 所以非常 有助於 這一個 軟件的新陳代謝 OK OK 那Aradist的呢 它有高度的呼喚性 OK 它可以換成別種 譬如說 你這裡可以 Aradist的呢 裡頭內容都可以變 可以變的 OK 內容是可以變的 那麼 本身Aradist的可以變 但是Iter就不變 有沒有 別的List也可以產生 這個Iter 像剛剛的 List跟 這裡List就不一樣 只有高度的呼喚性 那 Iterator又可以包容了數據結構的多變性 有沒有 所以呈現出一個簡單的C 呈現一個簡單的C 好的 那我們就 先暫時講到這裡 待會繼續囉 OK